近日,印度赤资95亿美元 采购下一代常规动力AIP潜艇 这样一个大单子吸引了德国、俄罗斯、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兴趣 前一段时间,印度媒体曾经热炒日本的苍龙级AIP潜艇 很有可能胜出,成为印度采购的下一代潜艇 但是不久后,日本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却联名退出印度的潜艇采购 根据印媒推测,原因很可能是印度的要求,让日方无法接受 印度方面很有可能狮子大开口 向日本方面提出,想要获得苍龙级潜艇全套的技术 比如消音瓦铺设技术,比如斯特林循环发动机与AIP推进技术 比如X型韦度的设计制造工艺 这些都是日本的看家法宝,是绝对不能外泄的 所以如果印度方面真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日本的退出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苍龙级潜艇资深也有着巨大的缺陷 首先受限于技术水平的问题 苍龙的消音瓦铺设的非常粗糙 远比不上中国的一体胶柱式消音瓦 而且苍龙的储备服力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出于日本主要战略目的的需要 苍龙的储备服力只有区区600吨 作为一个排水量达到了3000吨的潜艇 过小的储备服力极大的限制了它的远洋能力 同时印度真正想要的并不是AIP潜艇 而是自己建造设计一种新型的核动力潜艇 这点从印度屡次租界俄罗斯的核潜艇上暴露无遗 因为歼尼者好资深技术水平的问题 它的导弹射程仅有可怜的200千米 甚至比不上中国在上个世纪服役的 092型导弹核潜艇上的巨浪1型弹道导弹 因为法国曾经向澳大利亚出售过 改进自法国的缩鱼核潜艇的短期缩鱼常规动力潜艇 而且法国和德国的潜艇更拥有模块化设计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改装升级换代 这样也和印度方面想要让进口的潜艇 使用印度自己的武器的想法不谋而合 所以如果法国参与招标的话 法国潜艇将会更受印度欢迎 虽然日本退出了印度潜艇的招标 但是还有法国 德国 瑞典和俄罗斯 印度中间会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潜艇 这些国家为了巨大的军火订单 也注定会为印度设计出合适的潜艇 而印度如果真的能吃透这样的潜艇 也就会拥有自己独立制造设计先进潜艇的能力 但可能性不大